大家好我是谢雷 我是金子 今天去参加一场最近几年很流行的盲盒类演出 就是演之前人家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形式的演出 就说时间地点你们过来唱平坛就行了 话不多说赶紧出发 前两天热的不行 今天下雨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奇怪 前两天爬山热的要命 今天突然气温骤降十几度 真的觉得现在各行各业都卷得太厉害 平坛也卷得厉害 体质内卷 体质外卷 做自媒体也卷 卷好了 没关系 我们年纪轻卷得动 演出的地方到了 就在东方之门这里 还有一个小时开始 我们先找个地方去吃饭 还是来吃全家吧 方便一点 这里的全家有二楼 可以坐 小龙虾盖饭 跑江湖的艺人 吃什么饭最好 当然是快餐 又快又方便 价格还不贵 是这里吗 虎年大吉 开的 我们是演出平坛的 是这里吗 对 朋友们啊 这个盲盒开的有点大了 没想到是保险公司的演出 这也是我13年到现在 9年来第一次在保险公司唱平坛 那我个人非常的开心 这意味着现在各行各业都需要搜搜平坛 我们飞移文化 未来应该会有更好的市场 准备上台 好可以没问题 当你热爱自己的职业 再辛苦你都不会觉得累 那今天还记住大家热烈的掌声 有请 二位老师上台 非常感谢 能给你帮行公司的一层街道 希望能够吹出一种帮行 一请你各位 我也能听你手最顶的 所以这一天就不轻 能给你帮我调动 举着呢 也打一个无级的油分 并得呢 从与粉丝记者 代理的 老爸等你 风且要吞 送我们的法道 音乐 月落 雾底 演出时间为一小时 但是视频时间有限 我只能给大家放这么一小的片段 演出圆满完成 回家休息了 鲍鱼们 这位 我只能给大家看 我只能给大家看